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3岁的李志伟就是其中一人 志伟白天是一名冷气维修员 晚上是兼职Uber司机 他通过Uber旗下的租车公司 Lion City Rental租车 目前合同还没有结束 所以会暂时过当到Grab 全职的Uber司机Jeffrey 对合并的消息感到吃惊 在消息宣布的两天后 他也注册成为Grab司机 Jeffrey希望Grab可以合理地安排乘客路线 因为如果前往赛客的地点太远 会浪费更多车油 I never have an experience from Uber I was from Tuas Then a call came in Booking came in It was at West Coast ferry terminal I see the distance is approximately around 20 minutes Then I have no choice I have to cancel What I am worried is because BUT I accept the job I go to the location What will happen if halfway Halfway then the ride cancels Uber退出本地市场后 目前的Uber司机做何打算 可能就是说会考虑到拿德式的资料 我可以用那个字保障 因为怎样你讲 德式是一个公共服务 以前是Grab有Grab的incentive Uber有Uber的incentive 不一样 所以现在它能够比较能够竞争 现在有一个公司的话 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执行顾问洪顶基表示 还有一小撮的Uber司机 之前违反了Grab条规而转投Uber 协会目前正在和Grab洽谈 让这些司机顺利回流 毕竟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拿到了路管局所颁发的执照情况之下 你若是需要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准 或者是要将事情交代清楚的话 让司机们能够回到这个平台 继续为你的大客服务 要提高服务数字 也能够通过一些培训计划 使到我们的司机能够继续地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地谋生 针对这一点 Grab授讯使说会酌情处理 不过那些曾经有严重骚扰 或暴力行为的司机将不会被考虑 我们的项目是确定 让所有Uber驾驶企业的资料 都不会影响到这个交易 因此我们正在做什么都可以 以保证计划 能够做得更加快和快 其实当Uber宣布退出本地市场后 其他业者也开始虎视眈眈 向来专注在拼车服务的本地业者Rite 就表示有意加入战局 Rite在2014年成立 创办人邹俊明说 他们去年和康福德高合作 让乘客利用Rite的应用程序 电照得势 之后也就着手计划 进军私照车市场 Rite目前有4万名拼车服务的司机 接下来他们希望招募5000名 私照车司机 并且已经有2000人报名 他们预计会在几个星期内 推出私照车服务 我们也会抽比较少的佣金 所以平均我们会抽10% 市场上平均的佣金是20%到30%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这一来我们的乘客也可以交比较少的车费 那二来实际也可以挣了比较多的钱 学者认为新的竞争者和Grab相比实力悬殊 很难在短期内和Grab抗衡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新进的这些竞争者 无论他们是本地的公司还是外国的公司 体量上来说相对都比较小 而且他们也没有太多本地运营的经验 而面临的Grab是一个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网络 在这个市场上经营了很多年 然后又成功地存活下来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双方的实力差距真的是很大 Grab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 它可以推出更多的 比如说这个给消费者的loyalty program 给司机的奖励计划等等留住司机和乘客 让这些新进的厂商很难生存下去 接下来希望看到更多的竞争者来到这个市场 使到我们消费者跟我们司机们有更多的选择 才能够使到整个交通业方面能够逐步地提升 而不是因为有一个垄断市场之后 整个往前走了两步 又往后退了三步 这种情况当然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本地两大私人造车业者合并 受到最大影响的无疑是乘客和司机 要保障各方利益 就要看当局如何管制 以及新加入的业者 能不能和Grab比较高下了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下载Toggle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